AVC的三顶点为A点坐标12 V点坐标54 C点坐标26 是求AV线段边上的中线方程式 要听到一次呢 我们在坐标平面上 就来画一个三角形AVC的示意图 那么听不出来A点坐标12 V点坐标54 C点坐标426 要来求AV边上它的中线方程式 那么AV边上的中线方程式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事先要找到AV这个边上它的中点 那么中点呢我们把它叫做M 那么找到这个中点M之后呢 我们把它连接CM 那么这一条呢就叫做AV边上的中线方程式 那么因此呢首先我们就来求AV边上它的中点坐标4M 那么中点坐标的计算方法 那么就是AV这两点S分量相加把它处于2 所以呢是1加5除以2 那么Y分量也是一样呢 2加上4把它处于2 那么因此呢1加5是6除以2以后呢 那么得到S分量是3 那么Y分量呢2加4 6除以2也得到呢4 3 所以呢我们就求的那么中点坐标 那就是呢3 3 接着呢我们再来求CM这一条呢中线方程式 那么因为呢我们得知M点跟得知呢C点 所以呢我们要求这两点所形成的这一条直线方程式 我们就利用呢2.4来计算 那么因此呢2.4那就是S减掉Y减掉 那这里呢我们就减掉一个点 我们来减掉中点 中点坐标呢是33 所以呢就等于写率 写率呢我们就利用C来减掉M 所以呢S分量是2减掉3 那Y分量呢就是6去减掉3 所以这边呢写率我们可以先来计算 分母呢2减3得到4负1 那分值呢6减3我们得到呢43 所以接着呢我们把交叉相乘3 乘上S减3得到呢43S减9 那么就等于呢负1把它乘过来 所以呢是负Y再加上3 我们把它写成呢标准形式 也就是呢3S把这个负Y移到左边 所以呢加上Y 把这个3呢移到左边 那么因此呢减12等于0 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求的CM这一条直线方程式 那么CM呢因为M是AB的中点 所以CM呢就是AB边上的中线方程式 所以呢题目要来求呢AB边上的中线方程式 我们计算求的呢这个方程式 那么就是呢3S加Y减12等于0 嗯 我们下期再见